大家好,今天我会介绍如何安装虚拟货币的钱包 安装完之后,连去OpenSea这个网站 因为我们开开OpenSea NFT的币币 需要一个Metamask的币币,或者其他币币 我们今次就会讲一下如何安装Metamask的币币 我们一步步一起做,就会觉得很麻烦 我们打了Metamask Chrome Extensions,然后再按进去 接着呢,我们就Add to Brave 如果你是Home的话,就叫做Add to Chrome 再按Add Extensions 完成了之后,它已经加在这里了 你可以按它出来 看到这只狐狸,我们就去按一下 我们按一下Get Start 当然之后 Jacques个歌迷,除非你本身颱多盒 主列没有自己 noises 我们现在没有,就按Create a Wallet 我们也有一些朴 mom 我们都会把这个币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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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束到你参照 這個位置的密碼 然後按按Created 中間有這段影片,其實就想告訴你 它有12個位置,是12個英文字 你要抄下它 因為這個其實就是一個鎖匙 你要記下它,千萬不要放在電腦或者其他地方 因為如果有些人抄了你的字的話 它就可以開到你的錢包摸完你的錢 所以這個大家就要記得抄下 就好像它這樣抄 我們按Next 按一按之後就會顯示有12個英文字 我們就要抄下 抄下了之後再按Next 然後它會叫你順番次序打 我已經記下了 那我就打進去 打好之後再按Confirm 然後按Order 那已經完成了Metamask的帳戶 我們就可以回到OpenSea 然後呢,如果你是第一次來的 你應該是看到這樣的 那你就按右邊呢 按一按Icon 再按Metamask 然後呢,我們再按Restore 那我們呢,抄下我們剛剛的12個英文字 接著呢 再打回Password 然後再按Restore 那我們再按多次Metamask 就已經出現了 就已經出現了 Connect to Brave Wallet 然後再按Next 再按Connect 那你就已經看到我們 OpenSea 那個網站呢 出現了Unnamed 這個名字了 那假設你是在Google Chrome那裡 又再開多次OpenSea 然後想登入一個帳戶 那這個方法也是一樣的 那還是按一下這一邊 再按個Metamask 那我們這裡呢 就要安裝 因為我們還沒下載 然後再加到Chrome 那完成了之後呢 我們再按多次Metamask 那這次就按Get Started 那由於已經有Wallet 所以我們這次就按Import Wallet 就再按Agree 再按Password 然後呢 這個就是打回自己想要的Password 再按Import 再按All Done 那我們呢 再一次登入本身的Wallet 然後我們再按一次 那你就會看到這裡呢 它直接是按Connect With Metamask 然後呢 你就再按Next 就再按Connect 那你見到Connect了之後呢 它回來呢 同樣地呢 都是會回去 這個Unnamed的Profil 那因為我們什麼都沒有設定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 最原始登入了OpenSea的Profil